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跟我一起來參觀我們的 虛擬線上像素研究室 像素版研究室 那這個網路空間是由Gator.tom 這家公司他們所推出來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它有免費版跟付費版 免費版它可以提供同時最多25個人的線上交流 使用者都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創建自己的空間 然後把空間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讓你的朋友可以一起在這邊做互動 好那我們就來參觀這個由我暫時先設計的 研究室 好我們進來吧 我們研究室分為幾個區塊 那右邊這個是我們的教室 那前面這邊進來呢是我們的研究室 那左邊有一個這個是大廳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線上空間裡面 你的人物在裡面可以用鍵盤的上下左右鍵來移動 像這樣給移動 然後當你靠近某些物件的時候 這個物件它會亮起來 這亮起來就表示說它是一個互動物件 那你要跟這個物件互動的方式就是 你靠近它之後按X鍵 比如說像這個電視牆 它是一個我設計可以用來看我們研究室的網頁的物件 所以你就靠近它按X鍵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進到一個畫面 它就會把這個物件的互動內容展示給你看 那這是我們的研究室網頁 你就可以像網頁一樣去操作它 好那你想要結束的話 你可以按X鍵或是按右上角的這個XX 好都可以 好結束之後我們來看看這個空間裡面 這個像素空間裡面可以有些什麼樣子 跟人之間的互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裡面我現在有一個客人 那這個客人是Clear 那Clear現在在線上 所以當你靠近它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的螢幕上方就出現了它的這個視訊的影像 然後當然它現在沒有開這個webcam 所以你沒有看到影像 好然後你就可以跟它來做即時的通訊 好然後在這個地方可以說下一個設置是 你可以在自己的右下角這個地方 你可以開關自己的攝影機 還有開關自己的麥克風 那我現在因為錄影的關係 所以我這個麥克風是關閉的 好那你可以看到跟人之間的互動會隨著距離而改變 當你遠離它的時候 對方的聲音就會消失不見 當你靠近它的時候它就會出現 好這是這一個 這個平台的一個操作的特點 好然後 這一個平台有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是有所謂的這個討論區的一個設計 比如說像你可以看到我們在螢幕上 像右邊有一些桌子然後左前這邊也有一個圓桌 好下面有些桌子 當你靠近這個桌子的時候呢 某一個方塊它會亮起來 那其他地方會按下去 那這個空間就表示說在這個區域裡面的所有人 可以同時開始進行談話 比如像Clear現在如果走走走也走到這空間來 你就會看到它就會馬上跟我連線 那假如有第三個人加進來就會變成是三個人一起在做這個連線 好那當我退出來的時候這個連線就會消失 好這就是這個討論區的功能 好然後你看到這裡有不同的討論區 所以你在不同的討論區 你就會跟不同的人進行連線 好那這個是關於討論區的設計 然後我在討論區這邊放了一個白板 好那這個白板就是說 所有靠近這個白板的人呢 都可以跟這個物件來進行互動 好然後互動的方式一樣就是說 你可以按X鍵 然後這個白板的功能呢就是你可以在上面進行繪畫 或者是在這邊進行文字的撰寫 這個動作是可以多人同時進行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像我現在上面 我跟Clear都有在這個白板前面進行操作 那這個操作有一個目前還不是很理想的地方 是在繪畫的這個部分呢 它沒辦法多人同時繪畫 它可以輪流我畫完一部分之後再換另外一個人畫 可假如多人同時在做繪畫動作的時候呢 會有動作中斷的一個問題在 好那比如說你要繪畫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起筆 然後要你的顏色 就可以開始畫這些圖像的內容 然後其實它的這個繪畫的風格也還蠻 蠻怎麼說呢 蠻友善的 然後看起來也很清楚明瞭 那左邊這邊是可以讓你進行文字的撰寫 然後等等 那當你想要退出的時候 你就一樣可以按這個插插鍵就可以離開 好這是白板的功能 那這個白板當你離開 然後下次再進來的時候 或是你離線再重新進來的時候呢 你重新去打開它 你都還是可以看到 上次這邊所進行的修改 還有它的內容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這邊還有一個鋪著地毯的區域 那上面有一個喇叭 你看到我當我站上來的時候 Clear就自動進行連線了 雖然我沒有靠近它 也沒有進入它的社交圈 這個討論區 那這個原理是這樣 就是說在這個區域裡面呢 它是我們的廣播區 只要站在這個地方 進行講話的人呢 全場的所有的使用者都會聽到它的 聲音 那這樣方便有些事情要宣布 或者是你找人找不到的時候 可以在這邊進行廣播這樣子 好那這個是我們的研究室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討論區的桌子 然後這是方便大家可以自己聚成一組 可以使用 好然後上面這裡有一個office的空間 那這個是象徵性的 我的辦公室 好那一樣這邊有一個桌子 有一個白板 那這邊有一個鋼琴 然後當你靠近鋼琴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互動物件 它就會出現一個YouTube的影片 那這個影片是我之前跟唱帝演奏家 合作的一個關於唱帝歷史的音樂的影片 好這個就是關於研究室的一些設計 好那我們可以再帶大家去介紹其他的空間 好那左邊這邊是大廳 好大廳這邊一樣有一個比較大的這個休息區 也是一樣它就是一個討論區的意思這樣 那這邊是概念上是給大家比較放鬆的空間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食物啊 雖然這個是看得到吃不到的食物 那希望未來也許我們這個 在這個食物物件上 我可以把它跟譬如說Uber啊 或者什麼其他的服務可以做連結 這樣大家可以線上可以來獲得食物的供給這樣 好那左邊這一台這個鋼琴是一個互動遊戲 你可以跟其他人一起齁 然後在這個鋼琴上面一起合奏 然後這邊有個比較大的討論區 在這個我把它稱為Social Area 因為這個區域很大 你可以看到我一進來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大的討論區的空間 那可以容納比較多的人在這邊共同進行討論 好那在外面就是我們的後花園 好那有這個噴泉跟這個後面的這個是 海邊 那你如果有打開喇叭的話 你會靠近的時候你會聽到這個水的聲音這樣 我覺得這個Gator.com他們的製作還真的是還蠻用心的這樣 好那這邊是Lobby的部分 那我再帶大家去參觀 我們還有第三個空間是教室的部分 那教室部分我們還在製作當中 然後你看到這邊有幾個圍起來的區域 那這個是幾門課的課程名稱 那我是希望說可以 將來大家可以進到這個每個課程裡面去呢 可以看到每個課程裡面的教學的內容 可能是影片或者是這個資料等等 我會把它變成是每個單獨的教室 讓大家來這邊找資料 好然後在後面呢 有一個比較裝飾性的象徵性 這是我們的Maker工廠 那這個很遺憾我沒有辦法在這邊提供實際的功能 這邊目前都還是裝飾性的 好以上這個就是我簡單跟大家 對我們實驗室研究室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然後做這樣的一個設計是希望大家可以 在疫情期間呢 假如說你想要有同伴可以的話 一起工作那就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那以前我們傳統上認為的遠距互動 都是比較屬於有計畫性的一次性的 我先跟其他人做了預約時間 那我們時間到了才會進行所謂的通話或通訊這件事情 那這個社交平台它一直它在嘗試突破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保持在線上的一個狀態 然後隨時你都可以跟別人互動 實際上Facebook已經有點接近這樣的一個狀況 只是說它比較抽象 那在人際交往上的一些經驗 都是屬於比較這種社交媒體的一種概念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Gator.Town這個平台上面 我們嘗試的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做一種比較貼近於一般認知的 或者是有一點比較這種遊戲性的這種風格的這種社交的可能性 所以我創建了這樣的一個虛擬像素風辦公室 研究室來讓大家來使用 好 那這個研究室裡面還有一些秘密 那就給大家自己去來這邊探索來這邊發掘 好 那以上就是我對於我們虛擬研究室的一些介紹 歡迎大家來參觀 我們來參觀看 我們來參觀看